大家好,我是小草 今天过来低利育菜苗,买了三种菜苗 一种绿叶生菜,一种紫叶生菜,还有一种紫叶的油菜 这种紫叶生菜我还是第一次种,以前都是种绿叶的 这次试种一下,看效果好不好 现在没有多余的空地育苗了,只有先撒在豌豆里面,到时候再移栽 这种生菜种子特别细小,我们播种的时候混入一些泥土 这样撒种的时候,就撒得均匀一些 撒种的时候,顺便加点草木灰进去,混混种子泥土一起撒均匀 撒种之前,先将豌豆表面的泥土扒开一层,因为后面需要有泥土覆盖种子 过几天立冬之后,天气会越来越冷,气温变低,豌豆生长的速度会变慢 等到生菜出苗后,再找地方移栽,也不会影响豌豆生长 很快绿菜新的采收,就要接近尾声了 刚好空出来的地,可以栽生菜苗 生菜喜欢冷凉的环境,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0至20度左右 再零度也能生存,但生长缓慢 我买的绿叶生菜,是耐寒品种,从播种到采收,差不多50天左右 生菜可以撒播种植,也可以移栽,不过我这是在豌豆里面育苗,肯定是要移栽的 种子撒完之后,再均匀地铺上一层泥土,要将种子完全覆盖才行 再将这边的地整理出来,准备于紫叶油菜苗 紫叶油菜可以撒播,也可以移栽,如果想吃嫩苗,可以适当播种的密一些 紫叶油菜从播种到采收,一个月就可以了,如果需要移栽,猪航距离要保持10至15厘米左右 移栽后的紫叶油菜,等到来年的春天,又可以吃菜苔了 不过紫叶油菜抽苔,稍微要晚一些,刚好吃完红菜苔,就可以吃紫叶油菜苔了 全部种子拨完之后,再撒上一层草木灰,既可以当肥料,还屈虫 最后再浇上关键的保湿水,要一次性浇透 这几天太阳比较猛,地里也很干燥,浇水对豌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强烈推荐,关注我吧,下期再见啦